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个朋友呢在我的视频下面呢留了老长的一段话 非常感触 那他大概说的意思呢就说 陶哥你这段视频我看过之后你给我说哭了 原因呢就是他是我在视频当中经常提到那种 在这个体制之下利用这个体制而获得自己利益的人 他成功了 一家看起来应该是一家金融公司的老板 他自己讲说他之所以能够成功的是因为他有个发小 发小呢应该是在很大的什么金融机构做老板 所以他等于是跟发小呢抱粗腿 这样就成功了 他也讲说发小要出事我也就全完了 肯定全完 这事不用再怎么查谁都明白这游戏怎么做 他说正像您说的白天呢我们是人晚上是鬼 自己花钱在外头找女孩找什么野魔模特啊 这个那他花钱去 然后把这些女孩子送给那些当官的 这是他干他自己干的事 他讲说把几十万块钱的高尔夫球俱乐部的这个会员卡呢 故意丢在那些当官的人的呃办公桌上 然后打个电话说你快用吧 这个这对不起我忘了我把那卡忘在你桌上了 你用了得了呃要不然过气了就废了 这是他的生活 他自己也讲说呃他有孩子 他有母亲他有父亲 那他自己立志呢希望呢孩子还小 把孩子培养成人呢赶快只要到年龄就给他送出去 为什么送出去呢他说我就像个吸毒者 他自己就像个吸毒者 那作为一个吸毒者无法摆脱这个氛围 那我就绝对不能让我的儿子和女儿还在这样吸毒的氛围 不能让他知道什么叫毒品必须给他送出去 他无奈摆脱这个氛围是因为他需要生活 当然他认为自己的生活 那他也讲说在八九六四的时候 他跟他的发小上大三 他们哪都没去 他们惧怕那枪炮 他们苟且偷生 这是他自己讲 最后他讲说涛哥 我说声对不起 他说我我不知道我应该向谁说对不起 但我只能向涛哥说对不起 这声对不起呢 我自己说我自己感受呢满沉重 我个人也确实能体会到今天在中国社会当中相当层面 如果被称为中产阶级的话 那这样相当层面的人 其实他们我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 在现实生活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无法摆脱现实生活对我们的诱惑 我们给自己设立了这样的一个目标 那样的一个目标 但是呢 身不由己 为什么身不由己呢 其实每一个人问 我印象很深刻 在九十年代初 我在北京城做生意的时候呢 有很多生意的朋友 那我们曾经 因为九十年代初 是八九六四之后 整个世界各大 世界对中共进行制裁 所以那个时候在国内呢 相对做生意的氛围呢 到宽松 因为他需要 需要这种宽松吧 他要 他要 共产党要生存下去吧 那我印象当中 我们曾经跟朋友有一个看法 我说 什么叫男人 什么叫爷们 男人和爷们最难做到 就是能够成为爷们和男人的 就是他能够激流勇退 在诱惑和利益面前 他能秉承着真实的一面 和做人的一面 摆脱利益和诱惑对他的控制 我们曾经开过玩笑 开什么玩笑 说 如果这都是爷们的话了 男人的话 爷们的话 说 如果这个男人 前面来个女孩 十七八 十八九 正好是你心目中 很希望的那样 但是你能够牛脸走开 那是爷们 如果一个七老八十 就比喻了 说七老八十 这老太太 但是呢 自己呢 还能够跟他放下心来 进行这种交流 那是爷们 这是比喻了 这是男人的话 反过来说 如果在事业上 在今天人中 所有的事情当中 你能够秉承 做人的准则 激流勇退 那你永远是成功的 表面看起来 你失去了 你手中的一切 但是呢 实际你拥有更多 你这一份能力 为你的未来 带来一切 如果从得到的话 这句话可以放在胡锦涛身上 为什么对六四这么难呢 触及到邓小平 所有人都知道 胡锦涛是被邓小平挑选 隔代挑选 所以当胡锦涛 触及到邓小平的时候呢 从个人的角度来讲 我能体会到他的难处 如果否定六四 否定邓小平 就否定了六四以后 所有共产党的合法性 这是肯定的 胡锦涛可能很心里就想 你否定了他 不就也就否定了我了吗 小九九自个儿算你 其实我觉得呢 胡哥你再放大一点 你今天否定了邓小平 你否定了六四 否定了六四中共之后 以后的所有的合法性 你今天这一步 跨过了邓小平 你在中国历史当中 远远超越于邓小平了 邓小平就变成了 一种给你做垫背的 做台阶用的东西 而不是隔代选了你的什么恩人 隔代选了你 成为了党的领袖 你却替他背黑锅 什么叫激流勇退 什么叫野蛮 大家咋吗咋吗 同样针对六四 网上就在今天出了另外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很值得大家探讨 那网上的评论文章很多 那其中德国之声这么说的 柴玲原谅邓小平说引起争议 文章上来就介绍说 当年的学运领袖唯一的应该是一个女孩子 柴玲就在昨天发出了公开信 呼吁宽容和谅解 德国之声报道是这么讲的 柴玲发表的公开信提为 我原谅他们 柴玲在回顾八九学运的悲剧之后认为 中国只可能有两种结局 一个是持续的恐惧 另一个是走向真正的自由 宽容的命运 他明确的写道 我原谅邓小平和李鹏 我原谅士兵们冲进1989年天门广场 我原谅目前中国的领导下 继续压制自由和实行残酷的独生子女政策 这是他的声明 文章特别有了一个注解 提到说六四之后流亡到美国的柴玲 在信中提到自己是在两年半之前 成为了一名基督徒的 那基督教的宽恕的精神 促使他发生了转变 柴玲还提到说 我明白这种宽恕呢 是反主流文化和感情的 然而在天安门事件23周年的纪念日里 我还是选择了宽恕 这就是柴玲的公开信当中所表录出来的 这一番表录呢 一下子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那很具代表人物呢 那应该就是王丹了 那针对这件事情呢 王丹明确表示说呢 是不能同意的 文章这么介绍 同为当年的学生领袖王丹发表声明说 他对柴玲因为个人信仰 所导致的这种态度呢 表示尊重 但却完全不能同意的 他指出 在当年的杀人者没有任何忏悔 道歉 甚至还在继续杀人之际 被害方的原谅是没有根据的 也是对六次死难者极大的不公 王丹认为 那柴玲的宽恕态度呢 只能代表他个人 而不能代表广大的八九同学 并呼吁柴玲正确区分个人信仰和是非价值的判断 那另外一位天安门当时学运的领袖呢 冯聪德表示讲 基督教的教义所说的原谅呢 是都是当事人有所悔悟之后才有意义 李鹏与邓小平生前没有任何要求被原谅 如果加害者没有反省悔过的话 这个这个原谅的意义又有何在呢 这是值得探究的 那冯聪德王丹当年是与这个柴玲应该讲 并肩战斗的学运领袖 那另外一位异议作家呢 叫做刘水 他直接讲说 任何的原谅和宽恕呢 他的前提应该是真相和公益 那刘水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对柴玲的这种表述呢 感到很震惊 他认为宽恕不是稀里糊涂的 一下子抹平的 而是要讲究人权的原则的 也就是说 施害者不再施害 受害者不再受害 但是现在有关六四的真相还没有被公布 死伤和关押的人数也没有被确定 不管是从宗教还是世俗的角度来看 宽恕犯下暴行的人们都是说不过去的 那目前的关键问题是真相 我自己呢认同最后这句话 今天一切的一切是真相 在真相面前 每一个人做选择 如果从信仰的角度来讲 其实正像石涛在评论当中我一再提到 这叫天意啊 文章最后是这么讲说 柴玲的这种变脸的做法呢 引起了很多人的一些反应 其中有一位姓陈的独立博客的作者呢 写了一篇文章这么讲 原谅是一个人的选择 本身是无可指责的 而且柴玲并没有为当年图成暴行的责任者 做出开脱 但同时他也强调 宽恕的前提是公义 作为个人 我们可以原谅曾经伤害过我们的同类 然而犯罪行为必须受到惩处 否则就谈不上公义 也就谈不上宽恕了 那在香港维园六四的这个烛光网会呢 都是创纪录的 那网上出了另外一条消息 法广的文章是这么说的 六四烛光网会筹得24万欧元破纪录 文章讲说支联会呢 宣布呢 现场筹得的捐款呢 除1989年当年之外 这是最高的一次记录 整个达到232.3万港元 这是指港元了 那折合成欧元呢 是24万 而人民币捐款呢 也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 此外呢 文章里介绍了另外一个数字 他说今年的支联会呢 透过网上进行的现场直播 根据访问直播网站的这种 川流数据的统计显示呢 访问网站呢 是来自于38个国家及地区的 内地的访问人数 高居榜首52,527人次 比去年增加了一倍 而香港人 那是达到了36,528人 其实我曾经提到一个说法 天意就是人心所向 那人心所向 无外乎他就尊重自己人性 自然人性道义的一方面在表露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